近日,北京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开始征求意见,其中提出个人不按分类投放且拒不改正,拟处罚200元。草案还对餐饮企业、酒店旅馆提供一次性用具提出了约束性条款。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者正在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纳入立法。 北京生活垃圾采取了四分法。草案送审稿增加了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投放类别,共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其中厨余垃圾是指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总称。有害垃圾是指生活垃圾中有毒有害物质,主要包括废链池、废荧光灯管、废药品、废油漆等。 其他垃圾是指除除除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之外的生活垃圾,以及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 草案提出,单位违反规定,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若未按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 相关违法行为还将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同时,餐饮服务提供者或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余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旅馆经营单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的,由文化旅游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余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住建部的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今年计划投入213亿元,到2020年年底将会先行先市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纳入立法。 业内人士指出,垃圾处理机制环环相扣,垃圾分类是第一步,为后续垃圾处理工作服务。 因此,不仅前端垃圾分类的轮子要滚起来,后端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各环节组成的链条也要同步衔接上。 只有这样,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绿色发展马车才能跑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